我们注意到太平洋岛国外长的相关表态 对此感同身受 这反映出国际社会对日本福岛核污染水处置问题 存在严重关切 再次表明这一问题关乎全球海洋环境 和相关国家公众健康 不是日方一家的事 令人遗憾的是一年多来 日本政府始终没有就核污染水数据的可靠性 净化装置的有效性和环境影响的不确定性等关键问题 做出科学可信的说明 反而强行推进核污染水排海方案审批 并启动排海工程建设 这种置各方关切于不顾 企图造成既定事实的做法 十分不负责任 中方再次敦促日方 重视各方正当合理关切 停止强推排海方案 同包口周边邻国和太平洋岛国在内的利益攸关方 及有关国际机构充分协商 寻找核污染水处置的妥善办法